主席 縣長 副縣長 藝術長 各位局所長 本會同仁 大家早安 本線這邊首先要針對港復建設 目前北甘鄉白沙港北梯延伸的工程也非常順利 現在目前截至5月31日為止 大概進度是97.7 也就是說這個北立的工程延伸115米 在內側的部分75米作為漁港 碼頭使用的部分今年就會完成 那在之前縣長在答覆我們王孝珍議員 針對碼頭這個港復建設的部分也有提到 當然如果說針對一個鄉去全面性的施作 當然這個部分可能做得更周延 但是為了顧及四鄉五島它基本港復的需求 所以有排騎乘 那我這邊要請教一下縣長 針對白沙碼頭北堤完成以後 後續的白沙碼頭的一個港復建設的部分 那縣長這邊還有什麼規劃的一個具體作為 請主席財事我們縣長做答覆 好請縣長做答覆 我想的確因為我們馬祖如果只有一個碼頭的話 那我們的碼頭一定是建設的已經非常完善了 因為我們四鄉五島每一個島都要碼頭形建 所以說我們分著騎乘逐步的建設 那有關整個白沙港的建設 就是說我們現在北堤 就是今年可以順利完工 然後針對白沙碼頭我們接下來的這個建設 包含第二座的幅度碼頭以及旅運大樓 以及南堤的這個延長 這是未來幾年我們非常重要的這個港復建設計畫 我們希望說藉由港復建設計畫 以及我們希望行政院的這個藍色公路 這個建設計畫能夠把這個白沙港的南堤 南堤幅度碼頭以及旅運大樓把它建置 那白沙港就是變成一個很完善的一個 就是港復設計畫 那在我們現場的施政的一個翻針裡面 針對剛剛所提的第二座的浮動碼頭 以及南堤的興建 甚至於說這個港務大樓的興建 那現在這邊有沒有排出騎乘 大概排在什麼時候可以落實 針對白沙港這三項工程的進行 那依照目前的進度 如果說藍色公路就是我們還不太確定 行政院有沒有預算 如果說藍色公路行政院有預算 我們會優先就是新建 就是第二座浮動碼頭跟旅運大樓 那如果沒有藍色公路的預算 我們會把它列入下一期的港部建設 就是111年 111年到115年 現在就是說如果順利的話 明年就可以啟動所謂的第二座浮動碼頭 及我們港務大樓的建設嗎 那就看行政院的藍色公路計畫 有沒有實施 那我們目前正在積極密切的注意之中 那這邊也希望新南這邊也積極的努力 那本區這邊也希望在我們現展的努力之下 明年可以針對北竿的白沙碼頭 這個第二個浮動碼頭 及我們港務大樓的建設 能夠順利的推動 當然也希望我們這個難題的部分 也能夠在我們111年到115年的一個港部建設裡面 能夠納入 那第二項的部分 本區這邊要關切就是說 北竿鄉堂厚道道路的工程 那在之前是因為配合了北竿機場 四溪機場跑道高度修正西部設計 那在但是在後續 那去年因為經歷過多次的上網招標 那均沒有產商投標 那於109年1月3號召開了這個設計案一個檢討 並修正圖說 那並於4月7號上網公開月覽 至4月16日 那在5月8號辦理了第二次上網招標 那本來這邊是5月19號第二次那個開資格標 那現在目前已經6月份 那針對唐厚道工程的部分 現在目前進行的進度如何 現場這邊能不能做個說明 的確我想唐厚道是我們重要的一個道路工程 我們希望說藉由唐厚道就是連結厚厚跟灘旗 同時很重要的能夠恢復就是我們唐厚沙灘這個沙連島這個世界級的一個自然景觀 這對整個北岡以及整個馬祖的一個自然生態以及觀光發展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發包工程一直不是非常的順利 那今年初我們做了一個修正 已經兩次的流標 現在正在進行第三次的上網招標之中 那現場這邊有沒有去了解 這個沒有廠商有意願來 到底是我們設計上面有困難度 還是說我們邊內的經費不足 這個部分現在有沒有去做了解 我想這個原因是很多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目前我們地方的很多重大建設正在推動 就是說我們廠商之間就是有的是工程很多就是瞞不過來 第二個就是說唐厚道它施工有一些困難 因為它對於混離圖因為沒有辦法經過那個寒洞 那目前我們設計上會在機場上面做一個便導 可以讓混離圖預辦車可以過去 那我們也希望說除了在地的廠商 我們也希望說有台灣的廠商可以進來 那目前我們也發現像浦澳我們的產業園區有台灣的廠商進來 那唐厚道也有台灣的廠商在征詢之中 那我們本來也希望說我們港部建設做大丘橋的這個廠商 以及做港部建設的對橋樑以及特別海上的工程 我們覺得說是很有經驗很放心 但是因為它真的工程是瞞不過來 所以說目前它是沒有意願 那我們也在接洽一些就是在地的其他在地的以及台灣的廠商 那我們希望說這次的這個上網招標 希望有廠商可以來投標 那本席這邊會關切喔 我想唐厚道的工程其實在本席大任鄉民代表的時候 我們鄉裡面地方上就有共識來推動 當然也非常感謝縣長喔 在你的任內也啟動了所謂的這個唐厚道的連外道路的一個計畫 剛才我們新南也說了其實我們沙蓮州的部分是世界級的景觀 那未來這個部分也可以成為我們北干鄉的另一個亮點 所以我也希望這個新南這邊能折承我們中醫處長 也盡快的希望能夠很順利的讓我們這個工程能夠發包 是的 那第三項的部分本席這邊要針對就是我們北干暗巡大樓的部分 要請教一下縣長 本席記得在去年定期大會喔 那我們到了白山碼頭去會開的時候 那個暗巡大隊喔 就針對他們暗巡的弟兄目前住宿的問題 因為他第一個住在我們港務大樓 那喬子的部分他是住在以前的喬子國小 那他們為了說能夠提升他們暗巡弟兄的一個生活品質喔 那希望說能夠爭取經費 在北干鄉能夠興建一座所謂的北干暗巡大樓 作為他們暗巡他們的住宿區喔 那當時現在這邊好像有提到他們有提出他們的訴求 那請問一下縣長 目前北干暗巡大樓推動的情形如何 能不能做個說明 北干暗巡的這個防射喔 我們也是非常的關切 一直希望能夠給予協助解決土地的問題喔 那之前的幾個地點比如說舊的學校啊 看起來他們也不是覺得非常的理想 他們一直希望說能夠靠近這個港府碼頭 對他們來說是執行勤務 以及對於港府的一些任務是比較順利的 那之前他們對於港府地區看 他們曾經建議啊 就是在我們的南面碼頭的一個中心地帶啊 就是來建 但是我後來覺得說如果在那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暗巡的一個防射它的興建啊 基本上喔它的規模沒辦法做得很大 那如果建了以後可能整個把我們港府建設的計畫 一個產業的國家會受到影響 那我觀察這個港府建設 其實我們北堤已經興建完成了 在北堤的這個末端喔 其實喔我請我們公務處再查 大概有跟我講大概有1000平方米的一個土地喔 那我是覺得那個地方可以喔 就是俯瞰我們整個白沙港 然後交通也方便 又跟我們的道路喔連結 又跟我們目前的港務大樓喔 就是可以連結 那個地點是非常的適當 但是那個那個暗巡他們對於這塊地點喔 就是還沒有做最後的疑慮 因為那個我是覺得因為那個工程正在實作之中 整個地形喔沒有辦法看得非常的完善 那我還是請公務處這邊喔 就整個建設的位置以及喔 整個動線做一個很好的一個規劃 然後提供按詢參考 那我覺得那個地點喔是一個非常交通也便利 也是對於整個港區的一個管理 或者知情是非常方便的 然後土地面積也非常的足夠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適當的地點 那我們也會提供喔給暗巡參考 那本期這邊會關切到這個議題喔 我想現在也了解 目前不管說海巡弟兄 什麼暗巡弟兄 其實來到我們馬祖來服務 其實也是我們馬祖的一份子 那它有像目前你看海巡的部分 南崗的這個辦公大樓 住宿大樓應該在啟動興建中 所以我這邊也希望說 針對北崗暗巡大樓的部分喔 請現場這邊喔能夠協助盡快的促成 那也讓我們暗巡地中其實在北崗服務 不管在白沙不管在喬止 其實他們都非常的用心 那這個部分其實他們的福利 我想站在現場裡面應該可以協助 提升他們的一個生活品質 那這樣子我想它對我們鄉親的服務 這個部分會更熱忱 這個部分希望現場能夠予以協助 是的 我們會全力來協助 那現場先請坐 是 謝謝 第四項的部分 本期這邊要針對土地的問題喔 那土地的問題 在去年度從東營、舉光、北崗到南崗喔 大概五足土地大概列館 一年 那現在目前 東營、舉光、北崗應該都申請的期限 像北崗3月9號就已經截止了 那南崗還沒有 現在目前很多的鄉親啊 就因為有些的程序喔 不是很瞭解 比方說以北崗來講 在108年3月7號開始可以申請登記 到109年的3月9號截止 那鄉親他們的想法 當時那個局長這邊本來有答覆說 測量完三個月就可以進行做審查 所以很多鄉親跟本局行問 就是說有些部分他從 之前可能3月份申請的 或者說108年5月申請的 8月申請、12月申請的 那結果他們現在就很疑問 他申請了那麼久 測量也完成了 測量結果也給他了 為什麼還沒有辦法達到所謂的土地 可以讓我們環境愚民的政策 真正可以落實喔 那我也希望說局長 針對本席所提的鄉親所反映的 我希望你很簡短的把整個行政流程 以及以北竿為例子的騎乘 北竿登記完最後測量的部分 要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真正的進行 所謂的實質的一個登記審查作業 請主席財事請我們局長做答覆 好 請低政局長做答覆 主席 謝謝副議長的指教 我們對於屋主土地公告 由於是剛剛副議長所說的 從東引 舉光 北竿 南竿這樣順序下來 那目前到4月21號指 南竿也全部截止申請 但是鄉親來申請的時間 因為屋主土地公告是一年 他申請的時間也可以是第一天 也可能是最後一天 所以尤其在鄉親都在最後這幾天 他會大量的申請 所以就造成整個我們就必須在排件 所以這間的測量的排件就會受到影響 那目前 北竿 東一部分 大概全部測量完成 那舉光部分大概這個月底 也可以測量完成 那北竿的部分大概要過一個月以後 才可以全部的測量完成 然後做好作業以後 因為為了所有鄉親的權益公平公正 所以要等到大家都測量完成之後 我們又進入審查的階段 那所以說等於說北竿的部分 可能要到八月份開始審查 那舉光的部分大概就是七月份就可以審查 所以在審查的部分 就會受到鄉親登記的時間的影響 那局長所表達的就是說 為了一個公平性 以及這個後續的行政程序 是希望說所有的申請案 全部測量完畢之後 第二階段才能進行 我們的所謂的登記審查作業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為了公平的體見 我們會怕鄉親後面來申請 他說奇怪 大家都是公告無阻的 而且都在一年之內 我都來申請了 所以這個條件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 你這邊表達的跟鄉親說 請鄉親這個先不要著急 你所申請的部分 只要經過測量 然後如果沒有糾紛的部分 後續大概在一個月 在七月份 那我們地震局就會針對北竿的部分 進入審查作業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正如副議長所說的 我們就是 那第二個的部分 本區在工作報告也提到 就是有糾紛的部分 當時本區是希望說 按照程序的部分 一個時間能不能拉長 第二個公文的方式 第三個再加強電話 這個部分告知鄉親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做 跟副議長報告 我們就是如果有重疊的部分 我們可能會開一個補證 因為依據法條的規定 就補證要在15天之內補證 但是我們會 副議長上一次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希望能夠有一個月 那我們在行政上面 就是後續如果還沒有過來補證 那我們就以電話方式 通知鄉親 請他趕快來做這個 來做處理 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我們再做下面的行政組繪 因為本席會提出來 像以一塊地 我們以100號來講 可能有些人是去年3月7號 3月8號就申請了 但有些鄉親可能在今年 好快到了申請 那前面的部分 你的成果報告給我 我申請的給我 是沒有糾紛的 但是後面申請這個鄉親 可能就跟我有糾紛 可是之前的部分 幾乎我們地政局 並沒有做前面 這個申請人的一個告知 所以我這個部分也希望說 局長這邊既然知道 有這個問題所在 為了鄉親的權益 而且這次 無主土地最後一次了 只有這次的機會 所以我也希望局長這邊 能夠更用心一點 針對糾紛的部分 看看以什麼方式 第一個先有個機會 他們去談 那如果實在是他們是 雙方兩兆談不來 這個部分當然就不是 我們行政單位的責任 我是希望說局長這邊 能夠多費行一點 局長這邊可不可以 我們目前正朝著 這種方向在做 如果是真的是有糾紛 我跟他報告過就是 先做出補證 然後後續再以電話通知 如果都沒辦法達成共識的話 我們就做下一步的行政處分 那這個部分就麻煩我們局長 多多費心一點 謝謝請坐 另外本期這邊要針對我們 章魚龍的事 那個問題 要請教一下我們產盤處處長 那本期這邊也看到了 在五月份 從五月一號開始 大概在黃光宇海域 大概末路了一百六十九具的 戰役龍 在五月七號 在北岡海域取締了 飛法張役龍一百五十四具 在五月十一號 舉例張役龍 大概在南岡海域 握入了兩百七十一具 在五月十三號 在大丘島 清除了大概一百九十三具 在五月二十八號高登海域 握入了大概一百七十八具 也就是說在五月份 總共起貨了一千一百五十一具 圍法的張役龍 但是局長你了解嗎 同樣是一 一千一百五十一 但是大海裡面 可能是雙萬的 張役龍還在下面 當然目前我們處裡面 有在努力 但是這個裡面 其實張役龍是海洋的殺手 所以我們後續如何去一直 第一個去清除 張役龍有什麼具體的作為 這個部分請主席財事 請我們處長做個答覆 請處長做答覆 主席 謝謝副議長對我們海洋資源的一個關注 我想這個部分我分三個部分 來跟副議長以及各位做一個報告 張役龍目前我們大概現階段 大概副議長也知道 大概除了我們地區以外 還有一個區塊大概就大陸 有一部分就是副議長也提到 會過來那有關大陸過來的部分 雖然他會逃避到我們海岸巡的各種的技巧性的作業 那我們也願意配合 地方的民意代表或者地方的鄉親 只要發現他晚上有放 我們跟海巡這邊大概有一個默契的 就是願意很快的第二天早上就願意出海 配合來去做處理 就是說在他放下去沒有收散以前 我們大概對大陸的部分大概就來做這樣的處理 那第二個就是本身我們自己漁船的部分大概分兩個部分 就第一個如果有發現有檢舉有發現這種狀況 我們就立即來做開罰 那開罰除了我們現在大概目前開罰的大概 建數有18件大概72萬的費用大部分大概繳交 還有三件大概比較高的價格 目前沒有繳交我們限他限期不繳交 我們就移給法務部行政執行處來做強制執行外 那另外就是剛剛講的我們爭取海委會的相關計劃 那我們現在在滾動式計劃大概也提出了兩千多萬的這樣計劃 就是一直持續來作業 那特別是以村的澳口為重點的方向來做處理 那第二個間接的就是所有只要有接到檢舉 或者發現有任何有這種現象 原則上我們每一周大概持續 每一周持續的再繼續來做這方面持續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真的要讓這個 在我們海域的範圍之內的沾魚龍啊 能夠做到結局的這個方向我們來做努力 那像我們臨江建政府以108年1月31號 漁業法公告了就是有關於海上非法 湛魚龍漁具的一個取締的相關措施喔 那剛剛雖然說處長這邊有表達了大概取締的一些建數 可是其實處長也了解我們的鄉親對於取締的量化透明 我們好像持著一個質疑 也就是說其實很多的鄉親他們可能都有錄影 那在舉證的部分可能有些困難 甚至於我們當時我們議員同仁也提到 這個部分如果有檢舉的部分有沒有檢舉獎金 那我不瞭解說現在目前所執行的部分 未來我們能不能透明化 比如說這個誰違法 這個除了說從3萬到15萬的罰款之外 還有沒有另外更嚴格的 比如說它的相關的一個證照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扣3個月或扣6個月 我想大家既然法令訂定在那邊 我們就希望我們自己的移民朋友能夠落實 如果我們都不願意落實 這個部分一定讓我們相信 對我們政府的公信力它是存疑的 是 這個部分大概也跟副議長報告 大概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步驟 我們也列了 就剛剛講的大概是第一個步驟 我們是希望來朝這個方向 那第二個步驟如果有第二次再犯的 再犯的情形 我們可能就來建議 因為這個停止這個月權的這個部分 權責是在中央月署 所以我們會劍請中央月署 做3到1年的這個相關看清潔輕重 大概3個月到1年的這個 停航出海的這個規定 這個部分我們大概第二部分再作業 那第三個部分大概我們也積極的 跟我們這個檢調單位這邊聯繫 那如果有必要 那就移送給檢調單位 做相關的這個刑責上的相關的處理 這個可能是我們第三步 在作業的方式在這方面再處理 那事實上我們的所有的檢舉 但基本上只要在海上有實質 有在作業的章魚龍那個那個布放 或者收的這種照片的這些相關行為 我們就根據這個東西 我們就基本上就開法 那副會長剛剛也提到 就是有關獎金的部分 那我們也訂定了相關的規定 那目前因為有一部分目前還沒有決定 就是說對於公法人就是有關海岸巡 如果他們做相關的檢舉 在執法的部分 用獎金部分在做工作獎金部分 在處理的部分 目前這個部分還沒有明確確定 那如果確定好整個案子 處理獎金的部分 大概就可以完成一個法定程序 來相關的作業 那海岸巡如果協助我們這部分 你說還沒有訂定 那什麼時候可以來爭取這個部分 也讓他們可以有獎金的一個獎金 那這個部分我們因為海岸巡這邊要求 我們對於他們的部分 這個他們中央的部分 這個有要求我們要另外訂定制度 那目前這個制度我們也已經訂定下來 那訂定下來 因為內部還有一些爭議性的問題 而且還沒有克服 如果確定好 大概這個部分就可以確定 那目前的辦法的部分 已經訂定好了 那我這邊也希望處談這邊 能夠盡快的 讓這個能夠落實 我們共同的針對張玉龍的部分 實際的去取締 更落實更透明化更亮化 讓我們鄉親能夠了解說 我們廠發處的確針對這個部分來做 不然我想處談這邊 其實你也接到很多的電話跟反應 甚至於馬之王這個部分 都獎勵我們警察局的積極務實 結果對我們廠發處這邊 有在做 但是問題是他們看不到 這個裡面我是希望說 可能在整個執行面的部分 我們怎麼去改善 更落實 更讓鄉親知道 我們是真正決心 一定要針對張玉龍來做處置 那第二個部分 針對我們白沙港及喬子港 當時我跟議法議員 也請我們處長幫忙 因為也照顧到我們漁民朋友 他們的小船的方便 希望能夠增設所謂簡易的浮動碼頭 大概在白沙跟喬子 那現在當時在29號那天 副主黨也特別到北綱 那我跟議法議員也到現場 也去聽看看我們雲民朋友 對初步的一個設施的 西部設計地點做踏康 那現在目前執行的情形如何 那什麼時候可以順利的發包 這邊能不能做個說明 好 謝謝 那這個部分 喬子的部分 大概說明會比較沒有爭議 大概沒有問題 那白沙會看的時候 一位港務處這邊有提 說那個位置 未來可能最近原來擺在 116年的浮動碼頭的案子 可能會提前來作業 那當天一位是我請副主長上去主持的 大概議員這邊包括副議長 也希望能夠 還是希望那個位置 現階段這個有關漁港的浮動碼頭 能夠先行作業 那未來如果公務或者港務單位 未來要那個地方要新建 客輪的浮動碼頭的時候 再來依照未來的需求 再來配合做一些遷移 那這個部分我也已經 專案簽上去給縣長 如果這個一批定 我們整個案子大概就移給 整個設計案就可以移給 那個約束來做審查 那我們會審查會跟發包會同時 並行 那並行就是說 我們發包的部分 因為需要一些行政作業程序 那我們會保留一個決標權 那等於約束審查定案 如果有小修正 我們就納入變更來修正 這樣子時效性會比較快 大概我們目前朝這個方向來作業 喬子的部分 就按照之前的一個規劃 是 一個方式來做 那白沙的部分 當然那天剛剛好 現在也有提到 可能要未來 要爭取第二座的活動碼頭 那我這邊當然也希望說 處長這邊 可能跟公務處處長這邊 針對整個界面的部分 是不是很像的部分 你們再來做個探討 那如果先可以試做 當然是最好 那如果說為了 後續的一個期程的一個影響 那我想說 到時候可能要另外的模式去做 那我也希望 後續的情形如何 我也希望說處長這邊 能夠很密切的跟本席 能夠做聯繫 這個部分 處長這邊可不可以 謝謝 沒有問題 那謝謝處長請坐 接下來本期要針對 我們北甘鄉室外游泳池 那現在目前鄉裡面大概 預定六月二十六號 就正式的開放 那我們議員同能 其實也非常關心 我們學童的游泳 那處長這邊其實也表達了 我們各校的部分 針對游泳的部分 其實都很落實 那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縣長跟處長到了北甘 那因為北甘鄉的游泳池 是室外游泳池 它沒有遮陽的設施 所以當時我也希望 請縣長跟的支持 處長去努力爭取這個 北甘室外游泳池的遮陽設施 那像目前這個爭取的情形如何 什麼時候可以落實 請主席財事 請我們處長做答覆 好 請處長做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副議長 長期以來一直關心北甘血統 尤其是運動休閒 泳池部分的遮陽的部分 那跟議員報告 跟副議長報告就是 北甘鄉去年十月份的時候 報了一個這個運動休閒的生活圈 的一個設備設施的改善計畫 我們已經轉成給體育署 總經費是大概七百多萬 七百六十幾萬 我記得是這樣 那體育署去年在十一月就回函 就是因為這筆經費是在前瞻的1.0的計畫 那經費已經用完 他入案來審查 後來我們因為中山國中簽校的確定 我們向國教署爭取的經費 就把這個計畫裡面兩個重點 一個是羽球場 羽球館的這個老舊漏水的狀況的問題 我們就把它併在中山國中的 這個新的清界校舍的計畫裡面去 等於說是國教主來解決這個部分的問題 另外有關 體育署那邊 我們報的這個兩項計畫 包含了泳池遮陽的部分 我們體育署這個研究的結果 因為他現在正在跟行政院那邊爭取 這個前瞻2.0的計畫 所以這個時間點上 我們覺得可能是有點來不及 所以我也拜託體育署幫忙 那也謝謝副議長你長期的關心 我們會盡快的去處理這一段 希望能夠及早來解決這個部分 尤其是泳池遮陽的問題 因為夏天也快到了 我了解副議長你的擔心 迫切的期待 我想我們近期應該可以把它解決 那這個部分我也希望 處長這邊能夠持續的來追蹤 我也希望說儘快可以得到經費的一個補助 真正能夠在今年度 看看能不能把遮陽的設施部分 能夠把它完成 因為今年我們跟他要的還蠻多筆的錢 所以大概不好意思吹得太緊 不過我會努力的 謝謝副議長你的關心 因為據本席了解 處長跟教育部那邊關係也非常好 當然不用在口頭上面吹 私底下看看能不能用我們金牌的美酒 大概看看能不能在整個執行面的部分 看看能不能往前推 努力看看 謝謝副議長 我盡快的來做處理 那這邊就要麻煩一下處長 再繼續努力 謝謝副議長 北海坑道因為落石的關係 那等於說是就封閉禁止開放 那封管處這邊其實在馬祖有四個站區 那北竿有兩個 一個就是北海坑道 第二個是大號商 那北海坑道的部分 其實地方各界都希望說能不能做個局部的開放 因為前兩年在山拐據點其實也做了一個景觀平台 但是景觀平台的部分少了北海坑道 那他們整個旅行社帶團的部分幾乎不會安排到這邊去 所以在前一陣子我們封管處處長也到北竿 那我們地方各界也邀請他到北海坑道去看 那也希望他針對北海坑道的這個部分 去評估這個局部的這個部分開放 那我這邊要請教一下縣長 針對本席及地方上的希望說針對北海坑道 這個努力爭取局部開放的可行性 這邊想聽看看縣長的看法 請主席財事縣長做答覆 好請縣長做答覆 非常謝謝就是副議長關心 就是我們北海坑 北竿的北海坑道是不是可以開放 那第一個就是說我的態度如果可以開放 我們一定是極力去爭取 但是有一個前提一定是安全第一 那之前北竿的北海坑道因為落實的關係 就是危險的關係所以關閉 到目前為止對於對安全的疑慮 是還沒有辦法就是解除 但是對於整個北竿從綁裡到無殺這一段 目前我們在這個創生計畫裡面 在今年到明年我們估計有兩年的計畫 會從綁裡的這個據點一直沿著這個海岸大學到北海坑道 到無殺這一段海岸線做一個重新的整治 希望說把綁裡山它跟無殺連結起來 就是創造一個北竿一個非常漂亮的海岸線景觀 那未來甚至可以繼續連結這個短波山 往那個唐厚沙灘這邊連結 對整個北竿的海岸線的發展 以及整個景觀的改善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計畫 我們希望說這兩年在海大這周邊的這個海岸線的景觀 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計畫 但是北海坑道的部分 我們第一優先還是要評估它的安全性 在它的安全性一律沒有解除之前 我們還是要比較慎重 雖然說它是一個很重要 也是非常值得去開發的景點 但是一定要先克服一個安全的問題 現場所提的安全 本席也非常認同 所以本席才提出局部的開放 也就是說因為它整個坑道的部分 落實的部分只是一個區塊 那我們就是針對相關的危險性的部分 我們不要進去 就是開放大概比如說 我們以三百米來講 它可能它的危險區在一百五十米 那我們就在安全區的一百米 甚至於說未來甚至通緝口 因為早期 早期其實我們地方上的學子 那時候國中是在 本席也是現在目前的海大 他們那時候都從唐崎到五沙 就走的沿岸的部分到本席去讀書 那如果說可以搭配的局部開放 在沿岸的部分再做規劃 其實這個部分也是增加的一個動線 不管說從我們局部的開放 然後走上面的海岸線的部分到五沙 還是說五沙走海岸過來局部的再參觀一下出去 至少把這個北海坑道的這個景點的部分 可以納入讓我們旅遊業者 做一個全盤的一個規劃做考量 那我也希望說 新南這邊針對北海坑道的部分 因為它屬於封管處的一個列管 那我也希望說 這個新南這邊 如果說有跟封管處在開相關的會議的時候 也希望針對北海坑道局部開放的部分 希望說新南這邊能夠爭取促成 是 剛剛副議長的建議 在安全無餘的狀況下 局部的開放 我想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那配合我們的創生計畫這兩年 我想會朝這個方向來做 我這邊也希望說 在縣長的努力之下 也盡快的可以落實 那謝謝縣長 縣長請坐 謝謝 三位